大家好 由于很多地区水质偏检 所以这些地区的话 有养三角梅的话 就会经常出现叶片泛黄 土养偏检的情况 当然了 给它使用硫酸亚铁的话 可以很好很快的就解决 但是经常使用硫酸亚铁 土养就容易变得绑结 那么三角梅的叶片泛黄 就会反反复复 这种情况无法达到根治 所以为了改善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 洗酸植物型的有机营养液 这种营养液 不单可以改良土养 又可以让这个土养疏松透气 同时又可以调节土养的酸碱度 还能给我们的三角梅补充营养 这样的话就可以完全的根治 三角梅叶片反反复复 叶片泛黄的原因了 而且我们经常使用 这种食酸植物型的营养液的话 三角梅的根系会长得更好 不容易让这个土养产生反结 因为它是一种微松木形的 它可以让这个土养更加疏松透气 刺激它的根系生长 就可以完全的根治 三角梅叶片泛黄的原因 下期见